四岁女童手指恶化感染 末节发黑 最终导致节肢 究竟是何原因 皮肤外伤不论伤口大小要及时处理 否则可能危及生命 家用治疗创伤物品存在哪些使用误区 该怎样避免误伤事件 欢迎收看生活万岁 家庭药箱藏隐患 2015年5月 苏州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位四岁女童 医生检查发现 该女童左手中指的末节发黑 并且已经坏死多日 需要进行节肢手术 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很多网友对此也展开了讨论 女孩的手指最终导致节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欢迎各位收看生活万岁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的话题跟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小朋友的手指 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伤害呢 那接下来我们叫揭晓答案 来 各位请往这里看 这个急救的药箱可能您的家里没有 但是您的家里会有各种各样形式的急救药箱 也许就是一个抽屉 那么这抽屉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些其实都我们家庭急救的小药箱里面 常备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您有没有想到 其实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窗口贴 或者窗口贴会造成严重的结果 所以您千万不要小瞧它 为什么解决问题的东西 甚至是救命的东西 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聊到的话题 今天的演播室当中 我们会请到两位年轻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 一位是大家的老朋友 邱迟 另外我们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 是我们的新朋友关英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对 先来问第一个话题 这个家庭急救的小药箱 有没有 我 对 我肯定有 我有很多药 就像云南白药啦 然后点酒啦 红药水 紫药水 创可贴 你是有多危险 就是经常一不留神就能碰到自己 然后其实我特别关心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创可贴 我特别关心 因为你知道我们女孩经常用到创可贴 对 就是 每个月 就是经常到了夏天穿高跟鞋 他们会把这个磨破 拐得特别好 说的就是高跟鞋 因为就是用最便宜的那种 发现有伤口就贴上 有没有想到会出现那么严重的情况 我觉得它应该是造成了细菌感染 而不是创可贴引起的吧 我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会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 他是来自于北京市安珍医院浦外科的副主任 让我们欢迎主任医师曹广医生 欢迎曹主任 曹医生 曹医生好 大家好 那先解决一个问题 刚才那个事是怎么回事 这个肯定是小孩子在缠这个创可贴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 到时候是截肢了是吧 到时候截肢这个问题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它缠的时候 缠太紧了 缠了360度过紧 导致一个局部血循环的不好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贴上创可贴以后 没有及时进行伤口的清理 造成感染的加重 细菌的大量繁殖 当时这种感染不可控制 或者两个可能都在叠加在一起 都是有可能的 咱们今天话题主要是想创可贴 其实创可贴唯一的使用的范围 或者我们专业术语叫使用的适应症的 就是比较清洁的 比较浅的 出血性的伤口 其实再具体点 什么样的损伤是可以用呢 这个剪刀 或者是刻刀 或者是玻璃的划伤 这种小的划伤 都是这样的伤口 是可以用这个创可贴 进行简单的初步的止血 那观音您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小伤口 然后你贴了创可贴之后 可能比如说你特别忙 就忘了 等到晚上一打开 反而那个伤口的地方 可能会有那个 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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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发炎了 它胀起来了 对 就是你这个伤口 我觉得创可贴的作用 可能更多的是 类似于说我隔绝外界的细菌 再一次去侵蚀我的这个伤口 然后让它快速地愈合 然后它也有一定的药性 去加速它的治愈 对 但是必须得把这个时间掌控好 对 所以这个话题 这个特别重要 创可贴 贴了之后 大概您的建议是 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把它去除 就不能一直贴着 对 这个创可贴 肯定是不能一直贴着 如果真是刚才 像咱们所说的 这个比较浅的 这个出血性的小伤口 一般覆盖这创可贴 也要在24小时之内 要更换 我们经常会见一病人 12小时就更换一次 那一天换 又是一天换两次 当然如果你要是 这个伤口比较大 比较深 或者这个比较污染的 比较重 比方说真的摔马路边上了 这种摔磕症的伤口 有创可贴 贴一会儿可以 但是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进行伤口处理 这样还比较安全 为了能够更安全 更规范地使用创可贴 专家建议我们 第一 在使用前 应该去除污染 清洁伤口 第二 包扎不要太紧 以免造成伤口不透气 导致窗面感染加重 第三 贴上后 注意观察 伤口变化情况 一旦出现伤口疼痛 有分泌物 伤口红肿 肾液 应该及时就医 第四 一次使用 不超过24小时 至少每天更换一次 第五 注意有效期 超过有效期的 窗可贴 不能保证无菌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 是不能用窗可贴的 第一 小而深的伤口 第二 烫伤 第三 伤口有异物 第四 被铁钉扎伤 第五 动物抓伤咬伤 第六 各种皮肤接种 第七 对胶部过敏者 点酒真的可以 消除青春痘吗 酒精和点酒 哪一个的消毒效果 会更好呢 对于不同程度的外伤 我们究竟该如何 选择消毒用品 欢迎继续收看 生活万岁 家庭药箱 藏饮患 那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可能对观音来讲 我觉得你都不大能接触得到了现在 什么呀 点酒 点酒 其实能接触得到 她每天都喝 早一杯晚一杯 低酒不沾 但是喝点酒是吗 点酒你怎么会接触到 点酒 我传授给就是女孩子一个小技巧 点酒对于这个青春痘 特别有效 什么偏方 真的特别有效 所以点酒 你是用它来处理青春痘 对 它特别有效 它发炎 然后因为它会就是红肿 这种青春痘 因为你一个两个的这种 然后你把它做一面膜 就是让它稍微镇定一下 然后用点酒 就会很好 就它不留痕 先来说这个点酒 来它说处理这个 合适吗 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青春痘本身的 一个是皮脂腺的分泌 会造成皮脂腺的聚集 当然还有一个 更多的情况下 咱们经常看待 所谓青春痘的时候 这种比较红的大包 就是这种包 其实这样的皮脂腺囊肿 它是合并的感染 合并的感染 就是咱们用点酒处理 其实对青春痘 所谓的这种皮脂腺分泌 它是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对感染处理 是有好处的 所以其实科学的道理 是点酒帮助你消炎了 消毒对 消毒了 看来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 我们为了让这个话题 变得更有趣 我们记者也做了一段揭杂 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这个话题 有什么样的面条发表的 您平时用过这个酒精 跟点酒吗 用过 您觉得哪个消毒效果 更好一点 那肯定是点酒 点酒 为什么 点酒是医疗 属于医药用品 应该是酒精会好一点 但是因为它的浓度会高 点酒的话 可能对于伤口 小的伤口会好吧 酒精会用来插手机的 然后点酒的话 会用来消毒吧 就是伤口也会消毒吧 点酒不是消毒的 点酒是消毒的 点酒是消毒的 那酒精呢 酒精消毒的 点酒吧 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受伤的时候 可能会抹点点酒 在伤口上 然后就防止消炎 感染之类的 我记得酒精 是可以在药店买到 点酒是平常家里面 那个打火锅 什么时候 可以用到那个点酒吧 是吗 不对 好像是点酒精 经过一份调查之后 记者发现 很多人并不知道 点酒和酒精的 正确用途分别是什么 那么我们一般 在处理伤口的时候 究竟应该选择 哪种消毒用品呢 其实这个问题 相对会复杂一些 这两种消毒剂 都是对软组织有刺激 尤其是对这种 开放性伤口 所以咱们为什么 有时候换药的时候 一抹酒精 一抹点酒 病人就会 就会 这种疼的感觉 这种似的感觉 就是这个酒精的 刺激 尤其是这种 开放性伤口 这伤口 比如说拿一大口子 拿开口子了 破口了 这时候再上 就会很疼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都不用 点酒和酒精了 就是用点服 对 点服不疼 点服不疼 因为点服和点酒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点酒 它是酒精 酒精溶剂 点服是水溶剂 它是通过化学的 技术加工 把酒精性溶剂 摆成水溶剂 这样的话用起来 会更舒适一些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 消毒用品品种较多 对于不同程度的伤口 比如烧伤 动伤 刀伤 擦伤 错伤等一般外伤 专家建议我们 用点服消毒效果 会更好一些 不但可以消毒 还没有刺激 虽然点酒和点服 只有一字之差 但区别很大 在平时购买时 一定要看清成分表 但因为点酒中含有酒精 灭菌战斗力很好 所以一般做外科手术的话 会用到点酒或者是医用酒精 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合理选择 家用棉签可以蘸点酒 酒精擦拭伤口吗 会造成感染吗 关于棉签 还有哪些 你不知道的使用技巧 欢迎继续收看 生活万岁 家庭药箱藏隐患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 两样几倍的东西 一个是窗可贴 一个是点酒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纱布跟棉签 一般来讲 可能棉签就是家里有女生 化妆要用 我们可能大老爷们 用棉签用的很少 而且一般家里 没有那么大面积的窗口 也不会用到什么 纱布棉签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里边 如果要是用的话 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指导性的原则 那个伤口破这条口 我会用那个棉签 化妆棉签 可能去蘸点酒或酒精 涂抹伤口 其实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 就是咱们在使用棉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的使用目的 是为了无菌 还是有菌 你所谓就是把这个化妆也好 或者扣耳朵也好 棉签脏一点 或者你只要新鲜买来的 还是质量合格的 就可以 所谓什么叫质量合格呢 就是扣扣着耳朵 别这棉签掉在耳朵里 这种情况 拿出来发现只剩一个棍 对 只剩一个棍了 这种情况是出现过的 把棉签用作这种 伤口消毒的时候 尤其在咱们家里面 你比方这位女士说 用的是这种化妆棉签 化妆棉签呢 它肯定跟我们专业用的 这个无菌棉签 这种无菌的等级 会比较差 不一样 对 会差一些 尤其你在家里 放了很长时间了 刚才买来的时候 可能说是 告诉你是无菌棉签 你只要一开包 用了一根棉签 剩下的棉签 就全部都污染了 剩下的棉签 全是污染的 对 那我们这种情况 扔了会很可惜 而且看起来也是干净的 而且在家里的简单消毒 用它应急用一下 也是可以的 那么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使用 这个棉签的时候 就不要再把这个 被污染的棉签 直接进到这个 消毒液里面去 就是说那怎么用呢 你可以把这棉签 举着三个酒精 倒一下 就浪费点酒精 可能会洒一些 那你就倒出来 这样的话 你这棉签 你这个酒精瓶里的 这个酒精 或者是点酒 或者点福 永远是最干净的 永远是最干净的 然后这棉签 稍微脏一点 就进行一伤口 简单消毒 你下次 如此这样操作 就可以了 好 明白了 所以其实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就是这棉签 虽然是几倍的 但是不要自己 把自己给污染了 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说 其实处理伤口的时候 纱布要比创可贴 会更好一些 纱布的透气性 会更好 对 但是他使用纱布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有些伤口 其实它不太适合覆盖的 是这样 如果要是用纱布覆盖的话 其实这就更专业一步了 你要用双颗贴 因为两面是胶布 中间是一个纱 所谓的用药部分 附在伤口就可以了 但是一旦用纱布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纱布第一 你要保证 你的纱布是无菌的 其实干净毛巾 跟咱们这种常过用的这种 就是你在家里 放了很长时间的 这种纱布覆盖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你看着很干净的纱布 但其实它已经被污染了 其实已经是污染了 所以无所谓 就是在家里面 一定需要用纱布覆盖了 我觉得肯定还是要先是 想法到医院去解决 对 总体上 我们最后请专家来总结一下 家庭当中 如果出现了一些类似的 这样的情况 比如割伤 烫伤等等 总体上边的这种处理的急救的原则 来跟我们简单介绍 对于外伤来讲 首先你要分清你这个外伤 是不是还算干净 什么叫干净 任何的刀具的划伤都会污染 不管叫污染 你把当然除了用手术刀把伤口拉开 把皮肤拉开 这个是没有细菌的之外 咱们家里任何的刀具 菜刀 刻刀 剪刀 任何刀具 包括玻璃 碗茬 都是有菌的 这个一定要落实 一定要是有菌的 有菌的小伤口 比较浅的 简单的出血 没有明显的异物在伤口里面 你可以不去医院 可以不去医院 不打破伤风也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安全起见 去打一针没有问题 这时候用创可贴 简单地覆盖 当然如果这个伤口比较大 首先你要看看 你自己的骨骼关节 还能不能动 如果关节已经不能动了 或者你这手指头 已经没有感觉的 那一定就是就医 当然局部的用覆盖 也不用什么创可贴 找一块干净的毛巾 干净的毛巾 进行简单包扎 去医院就可以了 对 所以其实家居的环境当中 还是会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否则会给我们自己和家人 带来很多的威胁 没错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 不仅知道他们的使用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 也要经常给自己的家里边 做一些安全检查 刀具放在哪里 门窗是不是有防跌落的 这样的设置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安全 也谢谢专家的到来 谢谢两位的到来 生活万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幕发生在河南省商丘市 2018年7月10日 在隋阳区文化路与平原路交叉口 发生了一起自行车与电动车相撞的事故 一名少年倒在地上 自行车的车把深深扎进了他的大腿 由于现场医护人员 无法在现场取出车把 紧急向河南省商丘市消防支队直属中队求助 消防员到场后 立即进行切割 将少年与自行车分离 经询问周边群众得知 当时少年骑车速度较快 行至路口时 与迎面而来的电动车发生碰撞 导致事故发生 平安365提醒您 非机动车上路行驶 也应礼让满行 遵守交通法规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